各位彼丘 各位彼丘尼 各位撒咪 各位居士 大家阿弥陀佛 好 请放场 那么今天佛祭第二天 第四次的开示 我们开示时间短短的 但是呢 希望能够提示大家修行的悼念 那么 电风扇要挪开 那么大家呢 讲 大家呢 这个 今天有把地中的声音稍微调教一下 大家就做对事情了 就有在听 有在念 有听着念 有调教自己的速度 不是自己呢 没有听大众的声音 那么这样念起来就相对的好很多 尤其是刚刚还有呢 下午 下午两炷香打得非常好 两位师傅很用心 那么呢 地中打得好 那么呢 就带领大家用功 那么刚刚呢 说到电风扇 电风扇也是一种修行的概念 就是有时候吹冷气嘛 太冷 那么就用电风扇 那么在常驻当中呢 电风扇使用概念呢 要知道 中间这四支是失误在用的 你碰都不要去碰 也不要去开 也不要去关 也不要去动 都有失误呢 去调整 那么有两支呢 黑色的 那个不是拿来吹人的 那是在 那叫循环扇 那是在循环这个空气之间的那个空气 它是个螺旋空 你吹人的话 第一个会吹生病了 第二 会把你身上的味道都吹给别人闻了 很糟糕啊 所以那不是拿来吹你自己的 那这种螺旋风吹了 吹到底也会自己会生病 所以你也不要动 它应该头要往上才对 如果你感觉真的吹到你呢 你稍微闪一下 你也不要去动它 那么铃骨那里的那一支呢 是专门给铃骨用的 你也不要去动 剩下就旁边左右各三支 那么就可以给这占两班的人用 那除了失误以外 居士也不要去动 因为我们已经调在一个位置上了 那除了说离开 出班之后 你帮忙关 这可以 因为你要是动的话 那那个居士就 为什么你动 为什么吹你那边 为什么不吹我这边 那当然起分别 我们在打佛七不是在结冤愁的 结果是为了电风扇来结冤愁 所以统统不要动 你要是觉得吹风怎么样了 要不就你去换一个位置 一定要记得 在道场当中要有规矩 要有大小 有大有小 不能你想要怎样就怎样 不可以这样子 这是 不是打佛七 你平常作为一个居士到市里头 你该有的态度 要交 不交不行 那平常人不多 又不是法会 你来参加早晚课 你稍微打开一下可以 但你也不要随便挪位置 因为那位置都是私物放对的位置 放的位置在那里 你看都还贴标签了 上面还写着和尚用 院长用 那你是和尚 你是院长 你拿来就用 就是非常的 这个这个 随便 不可以 佛法 佛门就是 就是不能够让你放逸 放逸了 自我意识的伸张 将来你就修行不能修了 你说那这样好了 师傅 我回去带个二十把电风扇来 随便大家用 对不起 谢谢 再联络 我们不必要 不是拿那个二十把 那个不是多跟少的问题 那是个规矩的问题 二十把你要出电费啊 我这里摆上二十把能看啊 这已经不是大电了 这是电风扇电了 是不是啊 已经不是拜菩萨 是拜电风扇 当然不是 这样就这样 道场怎么样就怎么样 你不要太多意见 不要这样 人家那个冷气还是居士发心啊 我们来这里已经第七年 还是第几年了 实在热到爆了 那居士才真的事物的同意啊 荣师傅当时耗了很大劲儿 去把它装起来啊 都看不到 你看这老房子 能这样已经很难得了 那么这个呢 是顺便要讲一下子 那现在呢 我们继续啊 跟大家呢 谈到 这佛妻 提起这个信 这个愿的心 心愿心呢 一般的佛妻的开示啊 就过去通途以来啊 大概就讲讲故事啦 发起信心啊 这样 这也很好 但是缺乏什么样 缺乏一些文字上面的教理啊 比较严谨一点 因为就是七天而已 我施工讲啊 说啊 大家念佛了 已经晚上了 大家累得要死了 你再跟他讲那些深的道理啊 听不下去 对 但是因为他是精进佛妻啊 精进佛妻什么意思啊 晚上不能吃绝对鲸鱼 一天要拜一千拜 我们又没有 我看你们也是在那晃啊晃啊 也没有拜一千拜啊 也没那么累啊 对不对 然后虽然是勉强嘴巴没讲话 眉目传情 我还看了不少 不说更差 然后还眉目传情一下 那么这个没关系啦 慢慢调整 好歹你先把嘴巴闭起来了 所以也没那么累 那我的思前想后啊 我觉得还是应该要讲解这个根本的净土经典 也就是康生凯本的 康生凯大师义的《无量寿经》 注意啊是康生凯本 他的文艺才周足 才不会被那个汇集本乱凑 乃至于其他译本来比较 他呢 序正流通分也最完整 文字也最优美 也最容易读 完全没有不能读的 这个时候什么 搞汇集本的说什么 哎呀这文字难读 他不知道从哪一点来讲文字难读 那他说的康生凯本有什么缺点 你想想看 经还能够你讲 你凡夫能够讲说经有什么缺点 说什么他缺了个什么 你怎么会缺咧 好啦那汇集本呢 把人家汇集成二十四院 讲解的时候还不是要回过头来讲四十八院 那我们唱战佛记到底是唱二十四院杜众生 还是四十八院杜众生啊 多么是唱四十八院杜众生啊 你自己是心虚 无量寿的汇集本 你就把它搞成二十四院 然后呢 真正在讲解的时候又不好意思讲二十四 又讲了四十八 这个是混乱人天眼目 非常的不恰当 非常不恰当 自古以来古德就不同意这样 印光大师说不能够做这个事情 我们凡夫不能够做这个事情 他说乃至于直接用梵文翻译的 都会有可能错误 何况你经过人家翻译 而且不同朝代翻译的中文 你把它逗在一起 用你的凡夫的想法逗在一起 人家翻译的时候是几十个人 几百人 甚至于皇帝出资 供养的这些出家人 甚至于像涅槃经 还大文豪 谢灵韵等这些人帮忙润色 你一个人 民国出的人 在家人 又修什么密法 又修什么禅法 然后说他要念佛 你看看杂羞杂弄 在家人 真是的 然后就出家人再捧这本 这是什么道理啊 现在居然也有出家人搞不清楚 那我就写了一篇文章 那我就写了一篇文章 我没骂人 我只是说对跟错 哪里怎么样错 罗列了十几二十条错误 很多道场啊 本来在用的 看了之后也不用了 普里 几乎所有道场 早期不知道 包括你们 会亲近的 弘扬戒律的道场 都在内 人家也不用了 还拿我那个重新校对的 刚生改本啊 去流通 还经过我同意 我说好啊尽量啊 那他那个序文 不好意思放在里头啊 怕 怕得罪人啊 他怕单独印 我不用担心啦 这个印光大师也这么说的啦 但我没有为难人家啦 人家单独抽开来印 表示这有点头脑的人都清楚 所以呢我们用康塞凯本 最好 那么也讲解 我师公说啊大家很累 也不是说累了 我常常想一件事情 我说我们在造业的时候呢 都不喊累 是吧 但是呢 用功起来啊 也没怎么用功呢 那就是说就喊累了 所以何况我师公那个姻缘 那一天要拜一千拜啊 不分男女老幼耶 你敢来参加我的精进佛妻 就是一千拜 他刚开始当然调教啦 刚开始是耗成五百啦 后来好像很快就达到目标 就改成八百 最后呢啊 干脆凑整数一千 那当年新云长老啊 还跟我师公念 他说你晚上不让人家吃 还受八观灾戒 那么呢 你还叫人家拜五百拜 你搞死人了 那我师公就说 搞死看看喔 有人拜佛拜到死 那也是天方夜谭 结果呢也没人死 结果不但没死呢 就越拜越多 后来他的精进佛妻 就是标准的一千拜 我们都还不敢这样推行 因为我们也 我们就是中和型的了 已经不是他原有那样了 空闲的时间不多了 然后就好了 那么大家这样了解 这是第一 第二 净土教法 它是有经典有依据的 他也不是说都只是在讲那些信心法门 信心法门很好 讲了哪个什么 哪个出家人哪哪个什么居士 念佛几年啊 念佛几个月啊 然后得癌症之后就往生了啦 阿弥陀佛净土法门好不可思议啊 这个那个那个 也可以 但是讲这种话讲久了之后 让人感觉是怎样 两个 第一 等生病了再来念 反正你看看人家都癌症第四期了 一样不也念了往生 这给人这种错觉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 何必了解那么多净土法门道理呢 你看人家生病躺在那 只要念到底了不也往生 这给人两种错觉 所以有一些不研究经文教理的出家在家人 特爱引这种例子 你要知道啊 这就好像说到海外啊到哪里去投资做生意啊 报章杂志会写成功案例的 难不成大家写失败案例啊 那当然就写成功案例啊 到海外去投资 乃至于到中国大陆去投资 如过江之际 你去翻一翻什么什么天下杂志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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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商业周刊 你去把它统计一下 真正能拿来讲说成功的 都是超大企业 然后有几家 哪怕是大企业的 失败的 鲨鱼而归的 包括手机 我们台湾有个牌子叫做H开头的 会被写会被流传的 当然就是所谓成功案例嘛 那你有没有看看那个失败 所以难不成还有一本叫做念佛不往生路 难不成有人做这种路吗 当然就集结念佛往生路 就是那个成功案例把你集结起来 你想想看千万人念佛 没有错啦 真的是有人癌症了啦 怎么样念佛了成就了啦 有 这确实有 我们来看看比例有多少 那你保证你就是 所以老爱隐这种的 看起来有两种性格 第一 不好要了解佛法意涵 通途道 跟乃至于净土教法 都不太好笑了解 整天忙碌 然后呢 甚至于亲事人家去了解 第三 第二 或者再第三 慢心冲刺 他总觉得有这么一个奥弥陀可靠的 你们那些多余的啦 打佛机干什么需要 那么累 吹过电风扇还被方向和尚念 那么累干嘛 我自己家里念就可以了 我有奥弥陀佛 我干嘛需要三把 慢心 特别有这种 那拿了几个 几个案例啊 鸡毛当令箭 尤其是今天 的两岸 特别爱举那个在家人往生 好像出家人往生都没记录啊 特爱举这些 然后到处啊 去印那个什么DVD 大陆都讲DVD 特爱去流通这个 那出家人没有发语权耶 好像出家人都死得很惨事的 那只有那几个在家人啊 什么不适智的啦 住在深山显谷的啦 哎呦你不知道喔 他念佛好好喔 哦不知道喔 你看喔 欲知识智喔 你看 这是末法之相啊 你想想看你把出家人给打倒了 你把一群 你把一群念佛的人交成都不读经教 都不了解教法 然后傻乎乎了 听我就好 继续念佛就对了 那释迦佛讲那么多净土教法 那不晓得释迦佛对还错喔 乱来 愚民政策 为什么愚民政策他还这么热衷这么干呢 你这样就听我的就好了 我把你搞的傻傻的 你也不要听太多 将来我说了什么算 叫你印经就印经 叫你出DVD就出DVD 叫你捐钱出来帮我做什么 什么儒家这个的道家这个的 你都自然照出 我说了算 因为你就 你不研究经教 你就没有独立思考能力啦 自古以来啊 华人的这个这个帝制 威权帝制啊 转成了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愚民政策 隐然的在一些出家人的 教法态度当中出现 你看有些古 有些道场啊 那个大道场啊 那个方丈和尚 简直就像当皇帝有 他就是因为这个 这个是早年的这种威权思维啊 他映射下来就这个样子 尤其如果这个大道场的 住持又是官派的 喔喔喔喔 那个官威啊 吓死人喔 你想想看 连释迦佛自己都 他老佛爷自己都说 我在身中 就我是出家人之一 他自己都不自称法王 那是经上有时候 紫色的时候就叫王 紫色的时候法之王 但是也不自封法王 也不自封僧皇 他那么多的国王归一弟子 从来他就是三一波聚 他到临入灭前三天了 你知道吗 阿难跟在旁边 两个人还三个人 孤孤单单 完全面临空巢期 为什么空巢期啊 你们都知道空巢期 儿女长大望外飞 他的大弟子哪一个不望外飞 设立子 木剑连家设尊责 只剩下阿难 阿难 随便落单就会被比丘尼骂 他就靠着 他前三天的时候 阿难还去怎么样 还去 去讨水喝的时候 还去讨了一碗 那个那个那个 黑木耳 给老人家吃 老人家一吃视线拉肚子 你想想看 入灭前三天八十岁的老人 居然可以这样过日子 哦 晚景凄凉 哎呦我蜜倒了 华人文化里头就是什么 要隐隐轰轰 老人要怎么样呢 儿身满堂 要寒移弄孙 人家释迦佛才不来这一套 人入灭还在那行脚 因为他要去 那个什么 他入灭 诸佛会入灭的那个地方 他往南走 哎 学术你还记得那个地名吗 我们还去看过 那叫什么的 四次寿 对不对 四次寿 是不是 他捏盘的地方 四次寿 捏盘的地方 基斯纳罗 他到了四次寿的时候生病 然后到基斯纳罗去 没几个人跟 那个原集的时候 那个大地址通通在外面 大家都拼命赖 赶快回来 老佛爷原集了 他用什么赖 用心灵的赖 是这样的 连那个最大的弟子 加塞尊者 都赶不及看 释迦佛最后一眼 后来老人家 从金关 把脚伸出来 给他看 一般人会吓坏 入灭了 还脚会动 多宝佛也是这样 你想想看 有没有威权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华人就爱这一套 就最爱这一套 还要追捧 那个 陈大外文系系主任 他最爱学 他说他亲近过什么道场 然后每一次都要 都要怎么样 都要 营造一种气氛 一大群 居士在那里 然后那个维诺就要呼 这样 恭送和尚回聊 然后这时候和尚就转身 要起步的时候 就有另外一个人在喊 和尚请留步 然后一群人就要跪下 开始供养 这样的 场面超感人 我告诉你 释迦佛都没有这种排场 就不能搞愚民政策 也不能搞这种 当然你说崇拜释迦佛 这是OK的啦 也不说个人崇拜 这也不是啦 就是说 绝对是智慧解脱 净土法门也是有智慧的 你不能搞愚民 然后我才好教导 哪里是这样子的 佛法这么殊胜 净土法门这么样子颠扑不破 哪怕人家挑战呢 不怕嘛 是不是 有什么好怀疑的 有什么好担心的 就应该让弟子们 多了解净土法门嘛 所以说 听着听着 他就往外跑啦 居士都跑光光啦 这个都不留 那个都不留 我告诉你啦 诸位师父们 居士向流水 来一阵风 去一条水 流流不住 挡挡不了 有缘则渡 无缘随缘就好 咱们出家人 就是自自在在就可以 你说 和尚你就是这样搞啦 庙盖了十多年盖不起来 没关系 大家辛苦一点 我们这样比较自在 要让净土教法 是有知识 有智慧 是能够面对人家质疑 能够知道有圣生意 这净土法门才会兴盛嘛 我同意讲一点 往生路 讲一点信心法门 老太婆念佛也往生哦 一条狗念佛也往生哦 很好 可以 但不能净讲这个而已啊 所以呢 大家要花一点心 好好在经教上面多听闻 我们也不讲什么 也不是在讲金刚经 讲法华经 讲涅槃经 我们是在讲 无量寿经 对吧 里面这个你听了听了 你就眼睛就眯了 头就倒了 平平点头 糟糕啊 就不可以这样啊 那么好吧 那么我们就讲了 今天呢 上一个讲次就跟他讲说 那个 四字在王当下 在这个四字在王如来的时候呢 有法杖比丘呢 出家是捐弃国家王位 来出家 那么他看到的四字在王 也就是他的上司 也就是他的老师 也就是指导他 建立阿弥陀佛 极乐世界的内尊佛 四字在王如来 他眼中看到的如来是怎样子 我们有没有这样看到佛 这就是佛的功德相 其实佛的功德相都一样 但是呢 唯有释迦佛 我在咱们沙伯世界的功德相 看起来最 最凄惨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种身份 太陋略了 你要知道有些像 那个乡鸡国的 那个老百姓 众生啊 身长一游寻 一游寻 身高一游寻 那要对我们这个像蚂蚁一样 我们跟他人家比得像一只蚂蚁 所以释迦佛带我们沙伯世界的庄严一项 这非常不庄严 有一次 穆建年实在忍不住了 撑不住了 他就问释迦佛说 老佛爷 人家那个药师佛 谁哪一尊佛 都很庄严 怎么你的国度 怎么这么丑啊 这个不好意思 我说实话 释迦佛说 那是你看的 他的大拇指 脚大拇指点地三下 马上就看到一个清净流离地 很剔透 就像药师如来的境界一样 所以呢 凡夫你见佛是什么样 就反映出你的根基怎么样 现在我们正要念的是 法藏比丘 他怎么赞叹他的老师 那这个就是证明 反回来就推出说 我们看到法藏比丘 他当年的根基是多深刻 这就要让你对欧弥陀佛信心坚固 他在阴地中修的时候的信心坚固 目的是这样的 经文的目的是这样的 听得懂吗 他有深意的 那么他就知道了 如来荣言 超世无伦 正觉大音 想流十方 你看他知道释迦佛 他知道释迦佛王如来的法音 是想流十方 那我们今天也要让释迦佛的法音 尽量流于沙婆世界 各方才对 再来 借文精进 那么三昧智慧 威德无履 殊胜稀有 就讲借 讲死定 讲会 你看借文清静就是说 不 精进就是说怎样 就是持戒清静 远近皆闻 其实赞佛是不需要赞佛的戒律的 佛是任运 不会有犯戒 那么这里讲 借文清静不能依文解义 佛慈戒非常的精进 然后远近辞明 完了 你完了 完全 还不敢说是伴佛 你是无心伴佛 你把佛压扁了 你要知道 佛出世的时候 他是没有戒律的 因为没有另外遵佛自戒 他修行是久远结成就 所以他今天来视线成佛了 成佛了之后 他依着要利益众生 不同地区的众生 有不同地区的贪嗔痴 相貌 或深或浅 你比如说 娑婆世界 今天的众生 贪爱 愚痴 爱然 见一个爱一个 见两个爱一双 见好吃的 贪吃 见好用的 贪用 见钱财 见名利 贪图 这么惨 然后乃至于喜杀道瘾 那这个时候就要 先立再家人五戒 乃至于立出家人的四根本戒 杀道淫妄 但是呢 极乐世界没这个因缘 好 不要说极乐世界 弥勒菩萨 下一尊佛 弥勒佛成佛的时候 他只度化五戒的人 他感应的沙佛世界的事迹 都是守五戒的人来投胎 给他度 所以就也 近乎不用 设立五戒 有自然守啊 就不用设 不犯就不必设 佛制戒 都是为众生的解脱 众生的 最终是讲众生的成佛而制的 戒定慧就是一个目的 无二一无三 为说一称法 戒也是一称法 但这里为什么说 戒文精进呢 二十年前我不会这样解 二十年后当然呢 身心啊 对佛法的看法 对大乘的看法更加笃定了 那我们就知道 什么意思啊 众生看不出来 佛的清净相 佛不需要守戒 而佛的一切身与意呢 自然符合 他所在的环境 所在的出家人 所持的戒律 这样听懂吗 就他不必守戒 但是他的行为绝对是有过而无不知于 那个他所度化的那个地 那个时代 那个国度的比丘的戒律 任何比丘都要有戒律 因为他在因地修他要有戒律 这些戒律都是佛制的 那这样你就问了 那佛要不要守戒 佛不用守 那自然流露在那 虽然说佛制称 我在申诉 也会守那些戒魔法 但是就个人的戒行来说 那他超越着所有一切的比丘 那么我们 但我们也不能说 他守戒守得很好 那是佛陀的解脱相 不是以他守戒守得很好 而是用他的身心行为表现出来 那么的清静 是这个意思 所以叫戒文精进 这样懂吗 这个是就果上显现来说的 那因为没办法描述他的身心行为 他表现的身口的那庄严行为 那只好说戒文 这样懂吗 那再来呢 三昧智慧 三昧者定 智慧者慧 所以戒定慧都提到了 威德无履 威德无履 无履就无等双 无出及幼 无有上 那么呢 殊胜惜有 因为无履就是不可见 没有办法见第二位 所以他殊胜 昔有 这就是佛 他赞叹佛的三学庄严 再来 身地善念 诸佛伐海 穷生敬奥 救其挨底 这就指了 四字在王如来 很特别的一个事情 身地善念 诸佛伐海 他起 佛当然是正念 但是呢 佛的善念呢 是圣生真理 叫生地 那么这真地呢 勉为说 那叫做善念 那是绝对的善 那不是相对恶叫做善 不思善不思恶 正怎么实是上座本来面目 六祖大师在谭经里这么讲 实际上真正开悟的人是不思善不思恶 这里怎么要讲善念 这还是一样 要对凡夫众生说明 佛的什么呢 佛的正念 那么是生地 是圣生的真理 住在圣生的真理当中 那么这个真理很特别 就下了一个伏笔 那个真理呢 是入于什么 诸佛的法海之内 诸佛哦 本来释迦佛就是释迦佛 他就是释迦佛一尊佛 现在四字在王如来 但是他的生地 特别表现在一切诸佛法海 为什么 因为他正要教法杖比丘 怎么样 十方世界的极乐 的各种诸佛的极乐 的世界像 他要不了十方诸佛的法海 他怎么能显现 现那个十方诸佛的世界 给我们的法杖比丘看呢 这里就有伏笔了 佛与佛基本是道同 但是佛显现在不同世界上面 他的庄严相是各个不同的 我说过嘛 沙坡世界的释迦佛 老是被认为是什么 藏六今生而已 藏六今生而已 藏六今生多高 就大概我的一倍高这样而已 看起来也是很高 很吓人了 但是跟其他尊佛来比 完全不能比 对吧 那就是因为他在我们这个世界 是这样 那么这个 那么呢 就其挨底 就其挨底 那么呢 无名欲怒啊 是世尊永无 人雄狮子 是神德无量 这是就人间相来说 无名 贪 撑 吃 无名就是吃 欲就是贪 那么怒就是撑 贪撑吃啊 是世尊是永无的 这是 这是当然必然的啦 但是他还是在说明一遍 用 用因地的角度来说佛 那么呢 换句话说 如果要这样讲 佛也可以算是 在他眼中 在法杖比丘的眼中 也可以说是慈戒的 当然也是可以的 那么因地上这样讲 是人雄 人中之雄 所以说大雄宝殿 大雄 是这样来的 人中之雄 雄的意思 在中文里头雄的意思是 是什么呢 是首领 最威德的 那么狮子 狮子在一切禽兽当中 那么是什么呢 是王嘛 懂吗 赞美他怎么样 与法界中为王 那么神德无量 神感通无极 为之神 德 就是道德 修行功德 福德应远 福德 福慧两足 叫做德 有福有慧 有福 有慧没有福 那个德也是缺 他不能射受 不能长养 来学者 因为没有福嘛 没有福 我早年我施工要 好多大弟子 好多很优秀的人 要跟他出家 包括 这个正觉经社的上任吧 上级任的那个住持 那个惠天长老 也都要跟我施工出家 我施工当时 没姻缘 没妙 给他住 就让他流落在各地方 是这样子 后来才住在正觉经社 那么 所以说 有福有慧 明之为德 这是两足之尊 那么神就感通无极 那就是什么 神通妙用 佛一定是这三样 有神通妙用 就近的福 就近的慧 这三大项 那么 当然再加上 慈悲 这是利益众生的相 悲至双运 神通无极 福德无边 我们出家人 忧道不忧平 因为什么 因为释迦佛 用一毫毛的 的功德 就可以让 沙婆世界 从他出世之后的 所有出家人 移植到法灭之后 最后一个出家人 他的衣食无缺 是这样子 所以在释迦佛门下出家 你好好出家守戒 你哪里还需要去赶金灿 你就顺着他的法修 你就顺着他的法修会饿死 我告诉你 那护法隆天 恐怕就要彻时查办 不然要当护法吗 要了解 所以说神德无量 功勋广大 智慧 生妙 再一句就好 功勋广大是指什么呢 利益众生 善于调育众生 所以就有这个功 在调育 在度化众生当中 种种的调育 所以就有功劳 很广大 智慧 生妙 前面讲过 光明 光明的威相 那光明的威相是福德 智慧都具足 那么呢 福报圆满了 32相 80种好 不止 围成相还好 围成相好 不是80种好而已 围成好 围成呢 不是80种好 围成那么多的好 是这样 那么呢 震动大千 大千世界 所有人天 乃至于圣人 佛以下的圣人 统统呢 受到震撼 不可见 法华经上说 放光动地啊 东方西方 南方四方 四围上下 各天 天人啊 就怎么样 相集合 询问 唯大德天生 唯佛出世间 是吧 那就这样 就震动三千 好 我们就讲到这里 晚上大家辛苦 那么我们就 按着时间表 来念